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的指引下收听 我们哪里有足够的食物来喂养这批北伐的大军 看着自己哥哥女朋友不爽的三彩冷冰冰的说 再说了龙到底吃什么 这是霸气十足的龙女怼了她一句说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欢迎收听文化土豆 我是易康诺米 你猜到了这是我们今年文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Game of Thrones权力的游戏第八季 这个礼拜一的早上回归 但不管是什么因为什么原因 你还没有看全游或者是要存着等退休了再看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你可以跳过这一段内容直接去听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里聊传统曲艺 我们想和在上海连线的Gigi聊一下 正在上演的昆曲潘金莲 那么坐在北京和我一起录制的是Vlogger博主 她的微博名字叫Alex绝对是个牛的 Alex你好 Hello 大家好 Gigi好 大家好 我们这一期节目肯定是有剧透的对吧 然后我们也不用太费事的去讲全游的背景 我觉得听这个节目的人要么就知道 要么就不知道 不知道的话也讲不清楚了现在 对不知道已经那种 你可以去看网上讲三分钟或者五分钟的 介绍全游前七季发生了什么 那要不要从Alex你先开始第八季第一季 你是你是在哪里看的第一时间看的吗 然后我看的还蛮早的 我是在星期一中午的时候就看了 到现在一共看了两遍第一集 我也是两遍 对我觉得第二遍的信息量还是比第一遍要大 对 我因为在之前不久我还回看了上一季里面最燃的两集 一个是在冰上站那个White Walker的那一集 然后有那个Danny骑着龙就来了 还有最后就是龙已经变成了蓝色的龙了 僵尸龙了 然后这两集完了之后 再看第八季第一集吧 就觉得有些平淡 OK 对他第八季第一集确实有一点像那种 就是叫table setting 就是我们把东西都摆好 等着客人来的这个感觉 但是我在看他第二遍的时候 觉得这个信息量还是很密集 节奏还是挺紧凑的 比如说一开始的那个设计 就用AYA来观察这个进入林东城的这些 从南边来的这些人 然后看每一个人和AYA她的反应 还挺巧妙的一个设计 先把开头这个人物关系带出来 还有这个reunion的这个场景 这是因为在第一季第一集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 就是如果你看的是网上资源 他有一个那种编剧的最后一个解说 就是第一季的第一集 其实就是AYA看劳博来到Winterfield 对对对 他当时是那个到处上窜下跳的那个小朋友 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冷血的杀手 然后站在那 但是同时有另外有一个小朋友在上窜下跳 但是他最后也有出现 对 说另外一个小朋友也是说他比较像Brand吗 你觉得那个小男孩的设计是为了什么呀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和第一季中的AYA 形成一个对应的 然后我们聊到后来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最后成了一个受害者 那个是Ned Amber吗 我不知道你说的人是谁 你是说钉在墙上的那个人 我觉得是开始在上窜下跳的这个小孩 钉在墙上的是Ned Amber 是安博家的那个Lord 就是跑回去叫救兵的那个 对对对 其实他那个人是谁 我想了好久 我都想不出来 对对对 钉在墙上的小男孩是安博家的老大 但是他应该不是在林冬城里面跑来跑去 那应该是个平民小孩 对那是个平民小孩 OK 这么说比较 我还是简单的讲第八季第一季都干了些什么事 其实他有几个主题 以前我们知道全游有一个很大的世界 对吧 有这个Westros 然后有什么Messos 现在简化了很多 基本上现在就有三股势力吧 可以这么讲 一股势力就是都在领东城聚集着要和他们叫白行者吧 要和白行者 异鬼 异鬼 殊死决斗的这些北伐军 然后或者是抗日的 然后 然后在King's Landing 就是在我看来就还有一波不想抗日的想做叫什么 做想战争过失 对对对 在革命根据地的他们就有点像共军一样的 这么一群人物 当然还有一群人就是日本鬼子 相对来说比较简化 然后第一集有非常多的故人重逢戏 然后你可以说大团圆 对他虽然一开始是大团圆 但是后来因为他们的工作关系还是有很多一对一的这种小团圆 然后可能第一次看如果你是从第八季第一季看你就会觉得就很平淡 但是如果你知道他之前的这些过节之前的人物关系 你就会觉得举手投足都充满了寒意和等等 嗯 那可以问一下二位 你们你最喜欢的地方 我们先说喜欢的 然后再吐槽 我最后记得第七集的就是那个龙的大战 但是后面他怎么跑到临东城的这一段 我都完全没印象 所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头十分钟 我就是懵了 哎怎么 那这些人怎么怎么来来到临东城 他来干嘛了 他不是之前在那个长城那边吗 那个兵 然后他不是被人家打败了 打败了之后他怎么跑回来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因为他们在这个 对我都是不重要 对 他们每次移动的时候都会很快的 就突然就从南边到北边了 第七集发生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Cercy不相信有异鬼这回事 对 不是吧 是第七集最后有一个大型PPT 大型presentation 对 对 然后呢就是 Denaris和Cercy见面了 然后他们就好不容易从北边捉来的那个 Wide Walker带到了Cercy面前 对 那一次 对 然后他们当时是希望通过事实来说服 比如说蒋介石 你要抗热 然后这个时候Cercy其实打了另外一个算盘 他表面上是说OK我要派我的军队慢慢来 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他没有那么想主动抗日 对他还叫了那个Uran去找来这个黄金团 好对不起打断这集你说 所以说后面前前后后的东西我都忘了 谁跟谁的床戏啊 但是就是最后在船上的床戏了 就是看得太恶心了 所以其他东西都忘了 那是John Snow和Danny的床戏 Danny的 对的 但是我觉得地际印象最深的就是 他终于换了那个开场的那个动画 应该是有一部分是看着那个长城塔了 然后就是那个冰就是从某一个方向 就是往南边去翻 这个维特勒斯的其他的国家里面去 越来越白了以前都是红的 有各种的颜色 现在都变成灰灰白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是意识着这些人会打到南边去 对对对 有一点的这样的感觉 对 或者它就是个领冬将至的 它就是领冬将至 其实就是那个冬天 就是慢慢往南移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因为它也有一个镜头是 你看到那个长城的那个冰 有一个很大的裤洞 所以你知道那个这个冬天 不是天气那么简单 不是气候 而是更多的是可能跟那个大军 那个白行者的那个大军有关了 我挺喜欢这个那个Sam Tully 这是那个Danny告诉我们那个胖子 说我消息了你 然后巴给你割的那一段 这一段的前因后果的就是 当你当他去到那个Western的时候 他就是不停的要拉拢不同的军队嘛 然后其中一个军队就是这个胖子Sam的家人 然后总之他就是说我不会支持 支持Danny的那个家族 然后因为他不支持 然后他就是叫他的龙碰火 就把他都传到消失了 你讲的是第七季的一些前情 对对应该是第七季的 因为这胖子Sam是从来没见过那个Danny嘛 然后他们见面的时候 然后他们见面的时候 咸此了两句 然后Danny就是很有意没意 也没有什么特别感情 好像还满满足的这个情况下 说哎呀你就是那个Tully家族的 我见过你老爸 然后最后就是我也见过你哥 很轻描但写的这样 就是说其实他都把他们 整个家族跟他们整个军队都消失了 这个事情讲了出来 然后我们也知道Sam 其实他跟他父亲是 他是长子 但是父亲是不喜欢他 把他赶去 赶他去当守夜人的 所以这是父子关系已经断续了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 他其实一直虽然说 可能对老爸应该有一些怨恨 但是他没有不当他是父亲嘛 所以就是你看到 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那个反应还是蛮感动的 然后他后面其实也铺垫了 因为这个故事也往后面铺垫了一些未来的情节 我觉得铺垫的还挺多的 我补充一下 因为我也是看了两遍 以前我可能没有那么认真的去看每一集 就是仔细看一下 觉得编剧还是很用心的 在这一句里我有点不太同意基基说的 他前面丝毫不是轻描淡写 就是这一个会面 Danny见Sam 对龙女来说 他是见他的男朋友的最好的朋友 其实是想要留下一个好印象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Sam就说我借了一本书 然后就是在那个 他说你能不能帮我赦免我的几个小小的罪 其实这只是一个图书馆的一个违章的一个事情 龙女就说没问题 不是个事 但其实如果你仔细想 这一件事情就已经很危险了 因为他拿的那本书 就是那个文献记载 就是证明 就主教那个日记 对主教的日记是证明Snow 他才是龙位 就是这个王位的继承人 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Danny的这句话 其实就在这已经 把这个证据链给到他一些合法性了 对对对 他的这个 然后突如其来的这个消息 当时给了Sam的脸一个很长的镜头 其实Sam这个人到现在非常关键 第一集里有两幕 我觉得这两幕都是 可能对剧情来说最重要的两幕 但这是其一 他开始是对他爸死没有那么纠结 但是对他哥死 他是有一点纠结的 所以他的那个表情的变化有一点多 演技非常在线 对 然后他听到了这个 他哥也被龙女弄死了以后 他才去和Brian去 去合谋 说我要把事情的真相给那个 John Snow去说 对对对 这个事情push了他去做这件事情 对对 因为实在太讨厌Denaris了 是吧 对 这一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对话不多 但是每一句话 其实和之前和之后的故事都 前后后对 哇就绑得很死 对对对 而且后面跟John Snow说的话 也是很快进入主题了 他就先说Denaris把我爸和我狗都给烧死了 然后John Snow就说那我很能理解 我当那个老大的时候 我也去处死过那些不服从的人 然后但是马上就到了说 但是我不是King 然后Sam就直接说你一直都是那个King King of Seven Kingdoms 对就这一幕我们马上都进入的是最核心的这些 这一幕又给了John Snow一个很长的特写 但是就没有任何演技可演 对 对我已经不记得他有什么表情了 他在前面说些什么 就是他在那个林东城议事厅里面 然后这个这个小小小熊女 说你是什么我们选出来的北境之王 然后John Snow就在说那个It doesn't matter 然后就也超无力的 对我们还是一幕一幕的来说 那刚才那一幕就说说完了 你最喜欢的一幕是什么 我最喜欢一幕就有点好笑的一幕 就是那个Torment在那个被异鬼涂成了的那个 叫什么Last Hoth还是什么 那个Ember家的那个城堡里面 然后他们在悄悄悄的在去探索的时候 被另外一对守夜人发现了 然后就说小心他眼睛是蓝色的 他就说我脑子眼睛一直是蓝的 然后就还蛮好笑的 然后同时也还想起了上一季里面 Torment他在跟那个猎狗说 哇我看上了一个女的特别美 然后有那么高 他是那个Briere 那个人死了吗 没有死 没有死 他就是只出现过一个镜头在那个三散后面 OK 但是他没说过一个话 没有说过一句话 他应该是那个当你一到的时候 他是站在后面的 不过说起喜剧元素 我觉得这一季是蛮搞笑的地方 还挺多的 我刚刚开始他们都到了的时候 John Snow和Brient去拥抱 然后他就说You are a man now 然后Brient说almost almost 但这个不是很好笑 但是后来龙女和三傻 还是龙女和阿亚 还是什么之间在说一个什么事 然后Brient就说了一个 我们没有时间来讲这些事情 We don't have time for that 但是龙女跟三傻还在搞政治的时候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蛮逗的 他说完那句话之后 大家都还是在搞那种小政治 是没有人理 没有人理那些就是什么僵尸啊 什么他们这个面临的这个真正的大事情 而且Brient这集成为了一个meme 就是从头到尾的一句表情 对 很恐怖 然后不知道在哪条冒出来 默默的在那里盯着别人 而且他都有那个轮椅 对 霍金上去 对 但是他为什么整天都是坐在同一个位置 好像不会动 因为他们就说因为那个 谁摆他过去的 就是因为他们那儿都有楼梯 然后现在在相当于Kickstart 还是之类的上就有一个众筹 就是说要给领东城装那个斜坡 然后要筹九万美金 我看都已经筹得差不多了 给Brient用是吧 对 因为我说现在没了holder 谁帮他抬来抬去 其实我真的是不太明白 Brient这个人的作用是什么 首先他看到的东西 他也没有给我们解释这么多 然后他也不说 就会让人干着急 那他已经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了 对吧 然后第二 他应该知道的 对 对 所以你要这个人来干嘛呢 觉得这个角色是 书里面可能会有很大的蝙蝠 然后但是没什么可以好演 不是三眼乌鸦能看到的是过去 还有现在在各地发生的 未来他看到吗 未来也看到 对 那这个不就相当于是 这个人就是相当于作者 George R.R. Martin 坐在这 凡是他出来解决问题的时候 都像是作弊一样的 对吧 我直接跟你说 我就觉得从写一个故事上来说 这个人没啥意思 然后这个人本来他的所有戏 我都觉得很没有意思了 对 就是我觉得他 其实他的存在的就是说 那个不是林东城那边 还是有一些老的传统啊 那些什么树啊 书里面说Brand能够看到这么多东西 是因为他通了这些树的长城以外的话 还是有这些树的传在 他都是跟树的沟通 然后后来好像还能逃到什么鸟啊 还是动物里面去看人家 但是他就是类似像一个那种模式的那种的角色吧 因为这个还是科幻嘛 你们不是不是科幻这个那个神 奇幻的嘛 你不是说要有龙要有僵尸 你第三个角色就是那个那种Mage 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这种 他控制龙了吗 迄今为止 他不能控制龙 但是可能最后他可以控制了 对 他在以前都是钻到他的那个狼里面 这书里是这么写的 因为他是有这个可以 就是他每回一翻白眼 然后他就可以比如说 把他的spirit钻到一个什么动物里面 什么鸟啊 说Mans Raider也是他这种东西 Mans Raider是可以钻到什么老鹰里面 OK 我是觉得他是不是最后要和这个Night King之间 是不是最后是他们俩要搭战一场 我觉得可能是 因为他应该是有 应该他有一些法力可以保护大家 或者他用意念控制那个Night King的那只僵尸龙 因为曾经 现在就该控制 还要等 我也忘了是哪一段说 应该是他在那个乌鸦 那个三眼乌鸦的那个时候 那个大叔 就是跟苏联在一起的那个大叔说的 白行者是我们创建 创造的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所以这是解铃人还需要谢铃人 明白明白 其实这就说到当时这个 Night Amber 就是那个小男孩被钉在那个墙上 然后还用各种尸首尸体 不同部分组成了一个很奇怪的形状 一个螺旋形的 然后那个螺旋形的来源 就是有 其实他之前也出现过 他一开始的来源就是一棵新树 就是那个红色叶子的树的 从上往下的俯瞰的那个螺旋 然后这个他已经出现在 以前在Brand的那个Vision里面 就是刚才GG说的 就是这个 说Wide Worker诞生的时候 就是这个森林之子 当时是应该是为了某一种魔法的用途 然后就让他们从这个Heart Tree里面诞生出来 然后那棵树就是这个螺旋状 所以这个螺旋就代表着Wide Worker的来源 和他们在这个世界留下的印记之类的 OK 然后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Pattern 也就是在第一季第一集里面 就有三个守夜人 然后出去跑跑跑 然后就发现了一个 一个很惨的一个村子被屠杀了嘛 然后那些也尸首也被摆成了一个形状 那个形状长得有点像一个Fy 那个物理的那个 反正就一个圆圈有一树 对对对 然后那好像是另外一个形 好像在某一季里面还出现过这个形和螺旋 那个Fy和螺旋的组合 OK 还也有人说他们代表了什么 一个是Ice 一个Fire Song of Ice and Fire 但也有人说Song of Ice and Fire 是指的John Snow 因为Ice是Liana Stark 是Stack家 然后Fire是Targerian 就是Regar Targerian 所以塔格莉安和斯塔克家生出来的 就是Song of Ice and Fire 但张苏的眼睛那么差 他不是Song 他是Song 是哥 不是儿子 也是啊 两个人之 和鸣的歌曲 我没说是儿子 那好 又有一个双关的证语 整部小说要变成Song of Ice and Fire 是是是 我说有这么多歌 总可以读进去的那种 太多了 解密方式 就一上网就 就就就 就无尽的多 我最喜欢的就是 之前我其实说过 我特别讨厌所有北方的戏 我最喜欢的就是什么 High Garden啊 什么 对对对对 美酒佳肴 潮滑的 对对对对 还有什么Song的他们家 对 女人都穿得很小的那种 那现在没得看了 他们已经被灭掉了 就只有 就只有看Cercy了 因为Cercy相对在那个 在King's Landing 我觉得这一场戏就是 Cercy和前来向他求婚 带着士兵来向他 就是示好的这个 海盗 Grey Joy的这个人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E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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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这一场戏就是 反正就是 他们当时是 相当于在朝廷上嘛 就是有 有 有那个老头 就相当于那个 那个Hand of the Queen 然后有那个Mountain 然后 然后Cercy坐中间 然后下面这个人 其实他们就在说 啊我想回你的寝宫 和你睡 我要上你 然后这个女的就不同意 然后他 当这个 当这个游轮要 上前一步的时候 那个Mountain 就要出来保护 但是 他们后来的那个谈话 就 就是非常微妙的 就有一点变化 然后这个 Cercy嘴里都说的是 不行不行不行 然后他就朝寝宫走 然后 走的过程中 改变了主意 走的过程中 他脑子里改变了主意 然后 然后这个 游轮就看懂了 就一起过来 但是 Mountain都看懂了 对 亲爱的就是Mountain 都看懂了 然后我就觉得 Mountain才是Cercy的知己 然后 就 你看 为他奉献 然后 不管他是一个多坏的人 都在保护他 然后还能 看得懂他 那么细的心思 也是 就可能 迷上带 都没有那么懂 Denaris 但是Mountain就有那么懂 Cercy 也是 也是 然后我都不太记得 Mountain是 你们有人记得 他是什么关系啊 他为什么会那么 卖命啊 为Cercy 他是死了 然后那个 他是一个科学怪人 他的法师 就是把他 再重生了 就是做弹弓的 那个老头做的 对对对 那个 那个铁丝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 他新的 新的 新的左右手备 叫是不是叫Deepen 还是叫什么 忘了 不知道 我只知道演员 叫什么名字 我突然想到 也很好笑的一个点 就是有一篇文章说 不是龙飞进 那个Winterfield的时候 所有的平民百姓 都慌了嘛 鸡飞狗跳 然后就只有阿雅 就是眼前一亮 然后很兴奋的 看到那个龙 三萨也比较兴奋 三萨还是保持淡定 再沉 不能说是兴奋 但是说 这种兴奋的神情 只有在这个 色西的老法师 看到那个上一季 看到狮鬼的爪子 那种兴奋的表情 我觉得别人 这个明明就是一个 sense of wonder 看着这个 看着这么大的动物 但就说回Mountain 当一个人的 或者一个变态 也叫什么 一个 你刚才说 他这个什么怪兽 一个机器人 一个科学怪人 一个科学怪人 科学怪人 对 他有这么高情商的时候 我就觉得 那情商和道德 肯定有一些联系 所以我就觉得 他不应该是直接受Cersie控制的 他肯定是受那个老头控制的 然后那个老头这次又此地无音三百两的去 他不是把那个弓拿去 就是当年 Tirion杀他爸用的那个弓 给那个 弩 那个叫弩 拿去给那个刺客 让他去杀Tirion 波龙 波龙 然后但是他那个时候就 说了一下 他自己怎么被提携 然后就怎么效忠 就 他其实是想说 你看我这种出身的人 都可以当Queen's Hand 然后 那你将来 你杀了他的这个弟弟 你肯定也能飞荒腾达 我只是觉得 他把他自己的中心这件事情 又拿出来说了一下 我就觉得 这个人可能到后来也要辩解 然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Mountain应该是听他话的 这是不是想的太 但是那一段确实 他为什么要给那个弩给他 要不要把一个武器给他 因为他说 因为Tirion当时是用这把弩杀的他 杀老爸 Tirion 所以想让他再嫁祸给是Tirion杀的 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 对 对他觉得这样比较有诗意 他说 他说Circe love poetic justice 对 他的那个正义是要有诗意的 但这个是这个 老法师 他到底叫啥呀 那个演员叫什么名字GG 那个演员是Anton Lesser 他的角色的名字 Anton Lesser 好好好 要查一下 我其实想起来 他是一个没有拿到过项链的一个学士 就是学成不认他 他应该是干过什么不道德的 他应该是很灵光 但是因为他就是整天想做一些坏的 就是不是很正派的一些法 法师吧 然后就被赶了出来的 他是 对对对 OK 因为学成了学士 不是你学了一项本领 然后给你项链加一个环 他在本领很好 但是他想 他不是 他在Q-U-B-U-R-N 念也不会念了 基本 我们应该中文 没有关系 那个 那我们现在再来问一圈 你们最觉得这一集 最让你失望的地方是什么 那些裸露镜头 OK 所以你是看的国外资源 就是在腾讯上 对对我是看国外资源 那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在国内看的话 就是把之前的那几句废话都卡掉了 你直接看了 就是后面他把那个 那个公给到 你就没有说谁和谁落路 对那个就是那个 Sir Brown 波龙去嫖妓 就是那个话 Sir C的坏法师 跟那个 以前 以前Jamie的好哥们 就是那个 波龙 那个谁给他钱就帮他杀人的那个大叔 他这一场戏 其实头可能三分钟 都是有一 这个男的 有三个女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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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做床戏 然后 他们就跟他 我觉得都是有一点点是废话吧 因为这个角色 是 他是好色 他是 他是很重 很想赚钱 很想拿到地位 就是 但是我觉得他也不需要 拿这么几十秒的来说 他纯粹就是说 我觉得他们是 为了卖 裸露而裸露的 为了卖裸露镜头而拍的 我感觉的 那这有什么问题呢 首先我觉得他有可能有正面的意义 首先就是说这个 这个英雄现在是没有用武之地 这是他的背景 所以他有可能会接这个活儿 然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Keyburn这个老人 他冲进了妓院来做这件事情 就说明他 他接到的这个命令 Cersie给他的命令是十万火急 所以他要很快的来做这件事情 而且他这个也有点像当年那个太监 那个Virus一样 好像也神通广大的 知道你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去找你 而且这里有埋一个彩蛋 我只是觉得他就是他以前一直都是 可能上两期没什么裸露镜头 所以这一季他先把大家观众的嘴都塞住了 因为我觉得这一刻他反过来做 从那个左右手keeper那边出发 走到Burn也可以啊 那你觉得全游是不是可以把 所有的裸露镜头都砍掉呢 不是我只是觉得这个有一点点 稍稍浪费了时间 因为他已经有太多东西要交代了 好好好 明白明白 那这里有一个小小彩蛋 就三个妓女在当时在说那个 在说Ed Sheeran 就上一季不是有Ed Sheeran 客串的一个角色吗 对 他们这三个就是 有一个红头发的一个艾莉莉 他好帅 然后但是他回来之后脸都被烧掉了 烧的都没有上眼皮了 然后另外一个季女就说 没有上眼皮他怎么睡觉啊 对对对 就这里是在说Ed Sheeran 我没有听出来 这个还挺逗的 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我是觉得这个这第一集吧 有点太讨好观众了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 就是数据的结果 观众喜欢看龙 观众喜欢看阿雅 所以呢就把龙和阿雅 然后就作为第一集 第一集一开始 反正就是他们俩吧 让阿雅全都串起来 然后让龙飞来飞去 然后起来骑去 然后这样 你们大家就应该就 就能保证 大家都 都至少有一些满足感 大数据的一个 大数据结果 OK 但没有哪一幕 是你非常不满意的 对吧 嗯 除了就是 就是还是对 演的差 对演的差 对Danny和John Snow 整个的演技和这一季 从头到尾都即将看 他们两个的演技糟糟糕 而觉得会有一点担心 那个也有一点点耗时间 我觉得 就是那个龙的那一段 骑龙那一段 骑龙那一段 应该是为了将来的主题公园 打广告的 对对对 因为这个 你当时那个 一拍那个镜头 我就想到 哇我也想玩这个 对 好像在HBO官方的 那个纪录片里面 就有拍 他们是怎么拍这一幕的 OK 然后大概就是说 先去编程 然后先去画这个龙怎么飞 然后他们再做了一个机械的 就像酒吧里面的那种 骑牛一样的 对 他只是变成 骑半个龙 然后呢John Snow 就在一个绿的龙上面骑 我估计你说的对 以后主题公园里面 这个龙 估计大家都可以骑 骑的那种 但这里面的 这一幕的问题 就是说 他们当时是觉得 啊很自然 他们在谈恋爱 然后他们就想一起 骑骑龙 龙你就说 啊你骑骑我的龙吧 但是能不能骑龙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对吧 证明他是龙血 对 所以他就是这个叫什么 Tagarian家族的后裔 那龙女 真是脑子不够用 就他怎么会 他完全没有反应 对吧 对 而且你说 John Snow也没有反应 而且John Snow当时还说 我不知道我 龙让不让我骑 然后龙女说 如果不让我骑的话 那真的就是 很高兴认识你 你死了就死了 对 我觉得John Snow会不会 他有点想 我是死人 浮生 所以我不是活人 所以龙让我骑了 我觉得就是没有想太多 编剧没有太仔细考虑 因为他第一 上一季的时候 他也摸了那个龙 好几次的嘛 摸一条龙 对对 他第一次见龙的时候 就有表现龙 对他还蛮感兴趣的 嗯 然后在美国版里面 就不是 不是电视上演的 和腾讯的 就是他们在这个瀑布呢 就有接吻戏嘛 接吻戏的时候 就有龙看着他们 接吻戏的时候的那个表情 那个表情好难解读啊 是什么 我看的有一个说法是 当时在盯着 John Snow看的那只龙 叫 Drogon 还是叫什么 就是Denaris 是以他前夫 Drogon的名字 命名的那条龙 所以他是嫉妒 whatever 因为那个龙 确实是摆了一个表情出来 但是没有看懂 是什么表情 对 没看懂 我还有另外一个 有一摸就是让我稍稍跳出去的 就是最后那个野人 跟那个那个剑会放火的 那个大叔 单眼大叔 他就是把那个小朋友 小男生就是 他说哦 这个是那个白行者 把他钉在墙上 给我们的一个暗号嘛 然后然后那个小小人 就是就是那个尖叫了一下 就是摆了一个很恐怖的脸 然后那个大叔就把他 那个已经销火的剑 一捅就捅进那个小孩的身上 然后突然间那一刻 我就觉得我在看去莫人 对 他确实不太像是 他有点不像是全游的桥段 更像是一个别的恐怖片的 对对对 就是像那种魔鬼片的那种桥段 突然间 就是对于我来讲 我印象中的那个白行者啊 或者是那些僵尸啊 都是冰冻的嘛 他所有的东西都是跟冰啊 冷色掉的那种相关 但是这个是一个血肉模糊的 更像那个之前的那个 Ramsay就是做的事情 他是一个对 是个变态杀人狂做的事情 对就是变态杀人狂 突然间就是 有一下反应不过来了 对就是 史学上反应不过来 应该是不追求这种杀人的美感的 就是这个人对杀 对这个残酷是有美学需求的 但是Night King应该是 他们应该是不讲究这些的 但我觉得这个 当时他用火这个剑去烧他也合理啊 因为他那个小孩是个undead嘛 是不是个僵尸 然后把僵尸搞死就得用火烧嘛 对对对 而且这一幕是个真人演的 而且是一个侏儒的特型演员 然后把他钉在了墙上代替 不是个小朋友 不是小朋友 作为小朋友的替身 然后在墙上 然后他就还给他身上 就带各种的一个 一个整个一个 一个头的一个面罩 还有身上涂各种东西 他真的就是火烧了 他得有个三十秒 然后那个猪猪猪猪在那里 就是尖叫以及手舞足蹈 看着很恐怖 对而且这个猪猪 他有一个safe word 这怎么能够停 然后之后就导演喊咖才停了 喊咖之后就灭火气喷上去 然后他才就不再被烧 我也要替猪猪公会 才要抗议 好好好 我们我们可能这个话题 要快要打住了 进入第二个 也有猪猪的话题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吗 应该不是 但是那最后那一个 就是最最后的一幕 是Jamie自己单枪匹马 到了领动城 然后看见了Brand 对 然后他当时是想说 我要投靠光明面嘛 然后我要来帮忙 但是他一进城 就和自己过去做的恶 对上了眼神 所以他是有改变他的想法吗 你觉得他下一步行动 会是什么呀 好像是不是已经出了 下一集的那个trailer 是有讲吗 好像有一个trial 就是北京要审判 Jamie Lannister之类的 但不是Brand都说 we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他们都还要来看这件事情 对啊 我就是总是觉得 他们做各种 很多很废的事情啊 就是特别是那个 Danny跟那个John Snow 他们明知道是有什么问题 还去谈情说爱 真的是 那还有什么期待的 要加码还是都没有 最终按照以前的那些预言 还是什么 应该是John Snow要首任 Denaris 他要把龙女给杀掉 才能怎么样 好像是这样 反正现在看来 John Snow是会要称王了 就如果说作者写到这儿 希望一个好人 就是希望一个忍者来当 当王的话 那这个人应该是 其实都不应该是John Snow 应该是Sansa 就是说 John Snow是很软弱的嘛 然后龙女很暴力 他以前还有点说 我是毛泽东 要农民起义 现在他完全不提这些事情了 他就完全就是 你们都得给我跪下 然后Sansa呢 应该是一个 中间地带的人物 但是他没有任何合法性了 然后最最最后 我提一句就是 我看别人有人去研究 每一集的编剧和导演是谁 然后再去对比 他们之前写过哪些场景 和导演过哪些场景 所以大概最大的战斗场面 应该是第四级和第五级 因为一共是六级嘛 那第六级应该就是收尾了 对 第六级是收尾 那第四五级 就是最大的战斗场面 好 全友我们就聊到这 说不定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未来六周 每一周 我们都会有一个环节 你可以做15分钟 怎么有人 咱们的粉丝 应该都是看全友了 我总觉得 其实不一定 我觉得真的是还有一类人士 想把这件事情留着 像我就是 真的是退休以后才看的 我是一开始就看了 好吧 在第二个话题开始之前 我想先感谢所有文化土豆的付费赞助人 是你们的支持 让所有听众都能免费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并且激励我能坚持下去 4月底的赞助人抽奖奖品是两本今天杂志社提供的40周年创刊特辑 有北岛创办的今天杂志是当代中国诗歌文学刊物之光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和灾难 40年如一日地坚持着自己的梦想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到文化土豆的第70期节目 我们和编辑海生梳理了今天杂志的历史 我也希望更多听众能访问我们的官网或者微信公号 成为文化土豆的赞助人 我们的官网是culturepotato.com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二个话题是昆曲金平梅 哎不是对不起说错了 昆曲潘金莲 我不是潘金莲 昆曲潘金莲 然后潘金莲大家都知道 就是上下五千年第一大当父 然后但是之前我们对于潘金莲的理解 都其实是来自于武松的视角 这次的这一部剧是在 是基基推荐的 他可以详细的讲一讲是 为什么在哪里看的这个剧 谁写的什么什么的等等 他是一个基本把潘金莲作为大女主 来演的这么一个昆曲 OK 基基你来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吧 你是看了现场对吧 我是看了现场对 就是上两个星期 就是三月周旬三月底的时候 上海昆剧院跟那个苏州的昆剧院 都同样演了同一套戏 潘金莲 上昆的话就是由很老前辈了 就是现在已经七十岁的一个昆剧艺术家 叫梁古英演的 那当年他是也是八十年代的时候 然后潘金莲被排戏的时候 他也是当 他也是演潘金莲都当首演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他的拿首戏吧 这个就是他排的吧 我还以为 这个他排的 对对对 对对对 八九年 然后 梁古英就是上昆的 然后苏昆的那个就是 应该是梁古英的学生 就是徒弟 徒弟应该是这样说 一个一位叫吕家的一个 那一位演员演的 对 然后苏昆的那一套呢 就是由白先勇来做那个监制人的 然后白先勇当年也八十年代 也看过梁古英的那个首演 所以这两套戏是不一样的是吗 就是编排是不太一样的 编排有一点不太一样 但是主要的故事还是 基本上都是以潘金莲为主的一个故事 OK 简单说的话就是等于我 两周看了同一套戏两次 你是跑到苏州去看了一套是吗 不是 我都是在上海的东方艺术中心 他故意有意要把这两件事情排比着眼 他就是有一个就是 他们有一个月就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戏曲 然后我看到都是昆剧 然后我都也没有 我也没有理解什么 我都随便都把票都买了 只是到是当晚到场了才发现 我怎么又 又怎么好像故事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好奇 因为这个剧你看了以后我们决定要聊以后 我和Alex就去看了网上土豆上面 我们会把链接贴出来 有一个也是两股音 是两股音演的吗 对 是可能更早一点时间拍的了 甚至有可能是八九年那一套都有可能 对 可能或者是九十年代拍的 我也就是你那个看起来 质量实在是240的那种分辨度称不得 我好奇你去上海看的时候 人多吗 是sold out的一场戏吗 没有sold out 但是人也不少 我觉得戏曲的话 因为在东方艺术中心那些剧场比较大 所以就你可能也比较远 就是其实跟在城里面去看戏曲的观众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东方艺术中心在哪里 是在西岸吗 不是在浦东在那个世纪公园旁边好像是 就是那个观众会跟 如果你在城里面一直做戏曲的那些剧场的观众 完全不一样的 年轻很多在浦东这边 然后多了很多父母带着孩子 可能就是那种十岁八岁的孩子去看 但是在城里面看的话就是老人比较多 那我们先稍微来介绍一下这个剧本或者这个故事 要不我先说一点 然后积极再补充 好 我之前是看过昆曲的一次接触是看的那 也是白仙勇的那个青春版的叫啥 牡丹亭 不是牡丹亭 你在伦敦看的吗 我有两次接触 一次是伦敦 那个已经是一个删减版了 就是白仙勇就是把原剧是缩减了三分之二 但是还是看了三天晚上 所以是大概一个六到九个钟头的这么一个情况 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就拖得很长 因为昆曲的那个唱腔 实在是长得让人受不了 但是这一次的 这个就是两个半钟头吧 看金莲 也就是说 没有两个半钟 一百三十五分钟 八十年代的 对八十年代的这个版本就已经把故事压缩的很短了 你中间几乎是时空有跳跃的 就是一些关键的节点 最开始就是伦大郎和潘金莲结婚 下一步就是他去勾引 勾引他叔叔 武松 武松 然后接下来就是和西门庆搞在一起 然后被捉奸 然后接着他就杀伦大郎 然后接着就是伦大郎在狮子楼杀西门庆 然后再接下去就是 伦大郎回家 然后当着乡亲邻里的面审判 呃 武松 武松 后面是 武松 武松 然后审判 然后把潘金莲杀了 然后就 你看的现场的版本也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也就是这样 就是主要六场戏左右吧 应该是 我看的这个版本里面 中间还冒了一句英文 你看的有吗 有 就是西门庆在跟媒婆听到说 媒婆说我帮你搞定这个潘金莲的时候 他多好 西门庆说了一句 wonderful 真的吗 哦哦哦哦 好像我们看这个版本好像是说beautiful之类的 就是很美啊 不知道我忘了 他应该是刚刚见那个潘金莲的时候 但是我发现这个又起 完全起离题了 就是 昆剧有一句话 就是 就是 就是戏曲有时候他会说no 然后就是在 对对对 就是我们说 听着想no no no 然后我每一次听的时候 我就在想 他们是究竟在说no 还是说no 因为 他们在说no 诺诺诺 有时候听下去很 因为他就是拖得很长的这样说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才说no 但no的意思不是no no的意思是 好像是介于yes和no之间的一个 对对 但是都是还是有一点点就是 那种 等于我们就是说 嗯 就是 你也不知道你是 就是含糊的意思 有一些很含糊的那种意思 如果没 有机会去现场看的人 我觉得可以看 没有机会 我都推荐大家在土豆上面看 因为我觉得还是挺精彩的 特别是开头的半个钟头40分钟 潘金莲和武大郎结婚的那 那一幕怎么安排的 然后他们说的话 然后潘金莲当时怎么突然一眼看到这个是 这个人怎么长这么矮 然后毁犊子 然后基本就是what the fuck 然后就这些还是很精彩的 然后他勾引武松的那一段 我觉得也也是 也是非常精彩 但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想说 看了以后 我没有那么强的感觉说 这一版本的潘金莲 好像有多么的站在女性的立场上 或者是 因为当然他确实是八九年做的 他我也没有觉得那么进步 或者是怎么样到 为啥大女主呢 可能这个就已经在戏剧界算大女主了 我觉得他其实说从女性的角度 可能更多的是把潘金莲在水浒跟金平梅里面的潘金莲跟这个比 就是据说就是我也是看他们在长刊里面写 就是他相对来讲 这两个戏剧的版本都是交代了比较多潘金莲的背后的故事 他是可能他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当一个 当一个容人 然后他就是的一个丫鬟 然后就是被那个等于被老板常见了 然后但是那个老板的老婆就是觉得 嗯 张大夫很不幸的姓张 对 对 但那个这个女生太美了 不行我要把她赶出去 然后就特别是把先用她这个版本了 就是随随便便就是找个人找个美美婆都好像没找 就是找到一个男人就是把她送过门了 就是没有任何当时的那种遗事 嗯 然后就这样把她嫁给那个五大郎 因为嫁出去的话 她老公就不会没得没得去再找这个女人了嘛 所以就是其实就是她背后嫁过去的这个故事 还是蛮坎坷的 嗯 就是这个女人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选择的 她就是一生都是被 她不能够选择在张大夫家做妾吗 她是可以有这个选择的吧 大老婆不让吗 哦 他一定要把她赶出去 所以她就是等于就是开头 这个女人就是一生人都是被其他人去摆布了 但她唯一能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是招来杀生之祸了 嗯 然后她很多唱的那个唱棋里面都说 我这个这么年轻 就等于就是像有一点像我的青春就没了 嗯 就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蛮现代的一个想法了 对 就是我们把它朝这个方向理解的话 她就是一个 她无非就是在追求一个想追求爱情的 她就是想活的一个人 年轻的人 嗯 对有一点活力 就是不是说这个闷闷的这样就闷死一生 但我们之前是觉得她是一个一个淫妇吗 对就是你以前就是觉得她就是出来 生出来就是去勾人 那天的那种 就是她就是给了她勾引给了一个原因吧 应该说是 OK Alex怎么怎么什么感觉 我觉得对于淫妇的定义就是她没有忠于她的丈夫吗 没有忠于五大郎 只要不忠贞于自己的丈夫 那肯定就是淫妇 而不是她有多就是sex addiction的那种 对对对 她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女性淫者里面的 那个就成了一个病 反而不是淫妇了 在这一套戏里面 她也没有真的说五大郎和她之间是一个行婚关系吗 五大郎说这个女的不愿意 她也理解 五大郎也很有自尊 她就是说OK那我睡柴房睡一辈子啊 你想走就走 但现在你没地儿去 就是terian和三嫂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就是你没地儿去你就先住我家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常住下来了 那是不是因为常住下来 她就有了这个道德要求 就有了就其实如果五大郎去跟五松讲 我这不是你嫂子 因为五松回家的时候就当嫂子介绍了嘛 对 但是她还是过了门嘛 她就是他们还是拜了天地吧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看的那个版本 拜完天地 客人走了以后 五松就去跟潘金脸说 咱们这事不算数的 哦 不用做夫妻 我看这个版本都没有这句话了 OK 那在我看来不用做夫妻 那你为什么后来就把她当嫂子介绍的 那无非就是说在后来的时光里 因为种种无奈或者是怎么样 她还是还是就成了夫妻了嘛 就是或者是社会的压力 就是你可能在我 在咱家里只有咱们两人的时候 你不想跟我上床 那我也 但是对外 我们还是得以夫妻相称嘛 那但是五松 五松就要来当道德警察了嘛 那这个时候如果 除非是五大郎都没这感觉 我也不太知道 现在说起来就真的好像 潘金脸是一个比较innocent的人 就他不管他 他有没有勾引谁 但他没有特别大的恶念 然后他其实是只是在表达一种 他自己比较本能的想 想谈恋爱 想或者是 他就是看五松一见钟情了 然后他不能够去爱 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和那个道姑谈恋爱的那个剧叫什么 那个戏 《玉三记》 《玉三记》 我就看来就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 他都是被那个 然后可能他本身的那个处境 不太允许他去动这个繁星 那你说这里面有多大的错吗 就真的有点说不上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所谓的女性角度 其实就是给了他一个背景 给了他一个心理 给了他一个原因 最后为什么他最后做出这种事情 不是说因为是社会的种种原因 然后也是人的天性 他没办法去把自己压抑一生一世 然后也遇上一个这样的男人 所以他就犯了这个错 而不是说他很邪恶 然后他就是生出来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是给了他更多的一个谅解吧 虽然他的结局是没有变 但是就是 我就觉得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能有这个让步 其实挺不容易的 但是在19年再看 我就觉得有人可以再去编一下了 比如说Alex 你会觉得 就你会觉得 就是潘金莲做的这些事情 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吗 因为我昨天有点不敢在微博上说 不是那个郑秀文和许志安 就闹婚外恋了吗 然后那不是叫什么出轨啊 就是在这个娱乐圈的这个 这个说法是 然后他们就怎么就退出娱乐圈了 然后就相当于辞职了 就没有工作了嘛 然后我都不知道 退休退休 因为我不太关注娱乐新闻 对我来说 这个这两件事情是不搭尬的嘛 就是我都不太会用出轨这个字 我就说他就婚外恋了 然后 然后呢 就为什么这件事情 他就要出来哭 然后开记者招待会 然后要退出娱乐圈 我觉得蛮虚伪的 就是娱乐圈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挺乱的 或者是大家 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突然就倒退到 恨不得潘金莲这个时代的 这个道德标准来演这个戏 我就挺受不了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 特别不能碰的一条线 就是出轨 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在 女性受众那里面 尤其对于出轨 是绝对不能容忍和 然后以及出轨也都 毋庸置疑的 都会指向那个女性 无论是这个女性 是出轨者 还是她是被绿了人 被绿了就是她太傻 她出轨的话 那她就是荡妇 就是潘金莲 那当时马荣和王宝强 那个马荣就是一个 潘金莲嘛 然后我觉得这个触碰的是 一些现在的女性 她们进入婚姻之后 就婚姻就是一个 她一生之后的一个保障 她的丈夫可以没有多爱她 或者是多在家庭里面怎么样 但是你唯一要做的 这个女性已经成为 这个丈夫的免费的 这个就是性的一个 工具 这样说起来有点惨 对 但是我们都 我给你发生性关系的 这些权利都给你了 那你唯一要做的 就是不能出轨 或者说 因为出轨 代表她要离婚 或者怎么样了 就你不能抛弃我 所以呢出轨 但是出轨了 就是碍于面子 就必须要离婚吗 也不一定啊 但是出轨 那搞不好就要离婚了 要离婚了 那就没有饭完了 就没有未来了 但你有没有会发现 就是比如说 我有一小点点微博粉丝 但是Alex 你有很多微博粉丝 我不知道 我昨天就觉得 我不太愿意 在微博上去批评这件事情 评论 对 我觉得 我觉得有可能会被喷 一定会被喷 那你之前做video 你们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就是之前我们做过 关于马荣和王宝强的那一次 那一次就是说 王宝强 其实有点太 太low了 就是他的举动 就是那就算是马荣怎么样 然后王宝强当时的种种举动 证明他很low 然后当时我们也就是被喷的 各种 也很厉害 很厉害 那大家怎么说呢 就是你的三观有问题 然后或者说 你居然站在这个出轨的一方 那我祝你明天 你也被绿 然后你也被出轨 这样 所以大家是挺想 是有点像维持一种 他们想要的那个道德秩序 对吧 然后是为了维持这个秩序 他们是很愿意来 就是伤害 就是和他们意见不一样的人的 这种 其实就是说 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看戏的那个 潘金人遇到的那种 道德观的态度 其实没有变过了 所以你是 积极是香港人 我们觉得香港是一个 相对开放的地方 但是在这方面 我这相对挺保守的 不开放啊 很保守 这方面肯定不开放 就是男人你做什么 都好像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是女的 女的那边去出现问题的话 或者是 不是出现问题了 就是 就是反过来的话 好像还是蛮 什么你说男人做什么 都可以接受 许志安就是男人啊 没有接受他呀 但是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所谓工作人物的话 他们 艺人又不太一样 工作人物的话 他那个道德观 又又在倒退50年了 OK 我就挺希望 有一个艺人 能够站出来说 这事是我和我老婆的事情 然后关你们 就是 对啊 真的是关你什么事啊 对 因为就是 哎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这是 或者我觉得 其实比如说 艺人经常在 微博 就是他们的公众生活中 有非常浪费铺张和奢侈的一面 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 对于他们粉丝 或者社会的负面影响 是远大过于 远远比你 对 他是不是有搞婚外恋了 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他们可能那种铺张大的东西 不会影响到他的生计 而且是 他越那种豪华 越什么的话 就是越生姿越好 但是说 如果你是在所谓的 就是那种邻里啊 或者道德上出现问题的话 那个是等于 就是他们的米饭版主 就不能跟他们再联系在一起了 你不觉得就是这个整个企业 很虚伪啊 虚伪到一个 就是双重标准了 就是你可以消费主义 你可以是一些 一些不是 就是其实也是更负面 就是某程度上 可能是更负面的一些价值观吧 那些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可能有一些 人的一些本性上的东西 可能你说是动物性好 兽性好 还是就是有一些欲望吧 人的那种东西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那种东西你是没办法改的 因为人还是动物 然后回到潘金莲的这个 这出戏上来说 我就会觉得潘金莲 现在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他的问题是杀人是问题啊 对 他真正的问题就是杀人 但是他也是被人家强破的 因为他跟武大郎是行婚 然后武松拒绝了他 他即便是看 而且武松跟武大郎之间 没有亲缘关系 就即便就本来也没有问题 就是你对吧 我跟你武大郎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只不过就是室友 然后我看上了你的哥哥 或者你弟弟 其实还不是你的亲弟弟 然后你亲弟弟又拒绝了我 然后我和西门庆优惠了一两次 这些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 但是因为所有人觉得这里 这个问题都很大 大到要逼潘金莲去杀人 戏里面的话 逼潘金莲去杀人的原因 是因为武松回来了 怕这个事情被被切发发现出来的话 他们怎么都会 他们也会死 所以这是觉得杀人面孔的话 因为武松不是一个会跟他们讲理的人 对吧 问题在武松身上 就是他不回来的话 其实他就不需要杀武大郎了 等武大郎死都可以了 但是因为他就是把整个事情加速了 倒退到问题的原点 就是说这些道德问题是怎么出的 就是武大郎的好心 他说我们的婚姻不算不作数 这件事实质不作数 但是表面上又在装上是夫妻 这件这个决定是相当错误的 对吧 你就导致了你们俩谁都不能自由恋爱 然后最后就还要杀人 那Alex你看了 你之前有听过昆曲吗 你会觉得你不愿意去现场听 类似这样的故事或者是这样 我应该不会自主购票去吧 那如果去了应该还算能听得下去 但是我好奇就是昆曲的这个脸谱系统 跟金剧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是中国各地取义的画脸都差不多了 是吗 就是所谓的这个生诞尽筹这些觉得 对这个应该是这个基本的那种是差不多的 细节是有区别的 然后武大狼在里面他的那个念白是比较是那种南京话 还是什么那种南方 其他人都是那样的 是想证明武大狼是个就是土豹子 他不会那样说话是吧 他是丑觉吗 所以就等于脸的画了一点白 因为这套 但他说话特别有口音 对他的那种所谓的无语的腔就很重 其他人的话更像北方官话一点 好像是很多丑觉 就是我也是看舞台上看戏的话 他都会说地方方言 就是等于他就是你说无语好 喜剧性多一点 对喜剧性多一点 然后说话的话他可能会脱稿 就是他自己就是在搞笑了 就是开始有一些 然后他一直是蹲着 蹲着 是吗 他就一直蹲着眼 膝盖一定很好吧 然后潘金莲的这个 这个感觉他就是 他也是用那种压环的那种演法 他也不是说 他没有 他不是做那种规律的那种 就是我不知道 一番你看过你看过那个牡丹亭 他就是跟那个那个杜丽兰人生完全不一样的 对 对对他更像一个丫鬟 你说的很对 他就更像是他是那种红娘 我也在想 对 泼辣一点吗 而不是阴阴 他就是身上没有那个正气 这不是大家闺秀的那种 他总活一点了 就是他是一个闪烁的姿态 他不会站在一个地方 自证枪圆的对 就我说的完全是我的个人感受不专业 就是我的感受就是他总是闪闪烁烁的 围着那个 丫鬟就总是围着主人 动来动去 对对对 像密封一样的飞来飞去 对 他也是围着这个椅子 他有一种魅态吗 也许是这样吗 我又觉得丫鬟是一个很合适的形容 就是他还是一个很innocent的 他的那个魅 不是我们想象的 比如说 比如说Circe要去勾引谁 他的那个是完全是 就是身谋远虑的 对老谋深算 有经验的 他的这个是完全没有经验的 他就是觉得好像 好像这样就可以勾引到男人 所以你觉得他的武松是觉得 哇好帅好帅 我就是很喜欢他 对 对我觉得是演 我看的版本是演出了这个 就是一看就哇 这个 好高哦 对对对 然后又是英雄 你想想各方面的指标都 都很高 各方面的 其实西门庆的指标在 如果是更高的 因为他是有 他是一个金融男嘛 他是搞 搞开家里开当铺的都说了 但是武松只是一个武粗人 就是一个普通嘛 警察局长 但是你就看你是什么社会阶层的人 在潘金莲看来 这个警察局的这个 这个阿瑟就已经很牛了 不需要找个金融男 这个一个一个 你要肌肉男还是要拜金呢 肌肉男 对对对 刚才我们提到一个 你没有听到的 就是我们想蹲着演戏 这个东西是怎么搞的 你在现场 后来谢幕的时候 武松 武大郎有站起来吗 因为看那个白先勇作的那个 苏坤的那个版本的话 武大郎跟西门庆是同一个人 所以最后他好像是以 就是这个演员把这个两个角色都演了 所以就是最后我印象中是西门庆出来 因为西门庆是最后也出现的那个角色 武大郎也死了 我印象中好像一般 如果你是演这种癌子的话 他一直到最后 他都是以那个身份出现的 要不是就是如果他羡慕的话 他不能 因为他的衣服都是这么短 他不能站起来的 站起来就穿帮了 我相信他有看内衣 就是有时候这个角色 因为他之前演了之后 后面他可能演别的人 他可能就是以最后的那个演的 这个角色出来羡慕 是是是 但是看起来也觉得他厉害跟累 对 太厉害了那个功夫 而且他跳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非常轻盈的 你就觉得 哇 有点像芭蕾舞的那种 你觉得他整个人不重的 还是挺牛逼的 我还想问 你在你在那个上海看戏多吗 还是说这是最近突然 就是最近看的多一点 之前好久也没看了 因为其中一个主要做戏曲的剧场 他装修了 OK 其实网上有很多资源可以看 而且就是你可以就是看五六个人 只是唱同一个曲子去比较一下 是是 对 然后说到这里 我们干脆就可以进入编辑推荐 我就推荐一个网站叫黎原 就是说 那个黎原是有很多MP3可以下载 然后他有很老的版本 50年代 甚至更早的录音的版本 他都有 他还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主页上的一个栏目 就是那种历史上的今天 他就会说 这一周在历史上 可能40年前上演过什么什么剧 然后录音在这里 所以他是一个 有时候你不太知道 我去听什么哪一出戏 然后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现 discovery的方式了 对 他上面应该是金剧 主要是金剧和昆剧 金昆 对对对 真昆 就是金序是特别多 然后就是有很多什么 就是所有出名的人了 都有 对 主要就是有时候 真的是听不懂 因为有一些录音的品质不是很好 但是有一些他还还有一些票有趣整理了 他里边的唱词你可以去查 OK 黎原网站 Alex推荐 推荐那个就正好你也提到了那个 Billy Eilish 对对对 一个一个90后还是00后的一个歌手 OK 一个美国女孩 新出道的 对 Billy Eilish 然后他的音乐 他也像你一样用一个男孩的名字当名字 是吧 我是一开始看到他一个访谈 他是Vanity Fair 给他做的就十个一年 然后他问他一样的问题 就两个剪在一起 然后你看到那个人就 这个女孩就非常的authentic 然后觉得他的个人魅力很强 然后他的音乐也还蛮好听的 怎么你怎么形容他的音乐 我们片尾曲可以用他的音乐做 怎么形容他的音乐 就是他长得有点暗黑气 又好像有点 他都总是穿很宽大的衣服 然后头发染着蓝颜色 什么叫暗黑系 你是说有点 因为他有很多首饰 有点gothic的首饰 然后就很复杂的那些东西 上不了在中国不能坐地铁 对对对 然后就手上带着二十个戒指 然后那个项链有八层 然后都是 然后带着很多刺的那种东西 然后他从来都不穿 展露自己身条的衣服 他衣服就很超宽大 有点hip hop的那种 然后他不是很女孩子 但他的歌声 他的声线又还挺女孩的 然后有点干净 就听着其实是很 indie pop这种 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是带有电音的 是是是 有些电子 就是电音感觉比较强的indie pop 然后叙事性也很强 感觉都有点像要给你看个剧 或者看个电影的trailer的那种 你看过他有一个video 然后他的眼睛里面冒黑色的墨水 他就是billie ellish 你以前给我看过 就是这个人 眼睛里面冒黑水的 那个就是billie ellish 我们把这个这个视频也流出来 那真的是很酷很酷 对 还有人就是在youtube上各种分析 他那个视频是怎么拍出来的 ok 好好好 billie ellish 然后 然后以及要看他那个访谈 Vanity Fair的访谈会很喜欢他 好 一个一个新人 明星就被我们捧红了 然后 他早就红了好吗 Gigi 我推荐的就是一个电视剧 现在已经第五季了 就是重任在Line of Duty 是BBC拍的那个犯罪片 就是讲警察里面去查 他自己里面腐败的高级警察 然后这一套戏实在编剧变得太好了 他也是星期天晚上播 然后我们这个星期一就是因为 因为各种技术原因 没有马上及时能看到那个权利的游戏 所以我们先看了一集这个 然后再看权利的游戏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他的对白就被比下去了 所以这个已经是好几季了 对吧 我记得 已经第五季了 这是他每一季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但是这些独立的故事串联起来 也是一个整体的故事 整体一个大的一个警察贪污腐败的一个故事 这套戏特别著名的就是一些 他有很多审问的那种盘问的那种 就是十分钟十五分钟长的一些盘问戏 然后那些都是很 就是他会做一个很好的PPT 在说这一季叶子是什么什么 但是他可以寻找一个很令你非常紧张的一个情绪 所以他张力非常好 他就是靠很简单的对白把那个张力都做出来了 我还挺喜欢看这种盘问的场面 因为我每次都会觉得能从中间学到一些什么知识 get一些技能 如果某一天我也被盘问的时候 我能够 怎么是对答 对对对 比较比较这个镇定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里 感谢大家 谢谢 好 祝大家看起来有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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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ebration